《旅遊發展總體規劃》 今次推出的旅遊發展總體規劃 不單單是一個項要規劃 我覺得應該是提高認識 把它視為地區重要產業規劃 旅遊發展離不開地區經濟 因此這個總體規劃 我覺得我關注的是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澳門的整個旅遊的接待硬件規模 已經擴大了 因此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首要的問題就是旅客量 能不能夠保持一定的量 如果能夠保持一定的量 就能夠保障旅遊業的均衡健康發展 不會構成很大程度的供求之間的差異 工需關係一旦平衡 行業發展就會正常 第二個旅遊業發展 和澳門城市發展的 移居移遊兩者的關係 兩者一定要取得平衡 不能夠因為旅遊業的高速發展 影響到澳門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生活素質 我們有些辦法通過研究 可以令兩者取得平衡 例如引渡旅客錯峰出行 來訪問澳門 或者延伸更多的旅遊景區 旅遊線路 令旅客在不同的時段 不同的空間有交錯 不會出現空間設施 感覺擠迫 旅遊業的發展 會推動各行各業的有效進步和進展 因此我呼籲大家 對這個旅遊總體規劃 積極建言獻策 令到這個規劃 能夠真正發揮到更好的科學規劃 推動旅遊業發展和澳門社會經濟建築的好的作用